大家好,我是金市长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Olive Young购买的牙齿美白剂 这是可以做8天的疗场 今天来记录一下第一天 这个产品是Olive Young的职员推荐的 价格是12000韩币,还满意淑衣呢 平时我对牙齿美白产品很感兴趣 经常用美白牙膏 毕竟是商谈的职业嘛,比较注重形象 不过最近的话戴着口罩咨询的原因 对牙齿管理有点舒服了 现在要重新开始管理了 之前在亚克力做的牙齿美白的话 当天就能见到效果 而且对效果也非常满意 这种牙齿美白剂的话 我第一次用的很期待 好奇效果会怎么样 现在打开看一下里面 这样的话这个角度会像广告一样吗 但是这不是广告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这种的牙齿颜色争端表 还有里面有说明书 还有应该有八片的这个牙齿美白剂 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牙齿的颜色吧 这样看的话 看一下镜子吧 这样看的话 我的牙齿是大概是八和九之间吧 说实话这种141516号这种牙齿颜色应该是不喝咖啡 不喝茶 不喝可乐 巧克力这些都不吃才会有的颜色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能变到13号也是个非常好的结果 这里说用八天的话可以生两个阶段 应该是八到九的话可以变到十到十一这样吧 每次做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上班的路上也可以贴 或者是睡前一个小时也可以贴 比较方便 那么我来贴一下 这里有一个空隙 这个空隙在上面的话要贴在上牙 空隙在下面的话要贴在下牙的 看一下 好了 就要这样贴一个小时呢 我就再过一个小时后再来吧 拜拜 过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把这个撕掉吧 我变白了吗 牙齿上粘上的东西的话 用水冲洗就可以 今天是第一天感觉还不错 因为牙齿也不凉 明天也继续记录一下吧 期待八天后会变成怎么样 那么明天再见吧 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我搜索了不利于牙齿美白的食物 经常吃咖喱的话会变成黄牙 之外泡菜巧克力 咖啡可乐茶 红酒果汁酱油 还有车离纸炸酱面也会变成黄牙 吃完饭10分钟内刷牙的话 虽然不会像用牙齿美白剂那么效果好 但是牙齿确实变白 防止牙齿着色的对美白很重要 吃完饭马上在10分钟内刷牙的 休息后喝一杯咖啡再去刷牙的是 对牙齿会带来不同的颜色 咖啡或者可乐也是最好用吸管喝 想要变得更好需要适当的努力 今天也大一天一个小时 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估计要加班 可能晚上很晚才能回到家 我打算化妆前贴 贴好后化妆就可以了 牙齿上贴好后要准备上班了 今天是第八天 第八天都已经做完了 那我现在撕一下吧 然后再用这个牙齿增段表比较一下 这样比较的话 之前是8和9之间 升到了10到11之间吧 应该 只用了8天提高了两个阶段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虽然效果并不像在牙科接受牙齿美白那么好 但还是觉得性价比高满意的 今天分享了牙齿美白剂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我是想继续使用一个疗程 估计能变到13号左右吧 13号是这个程度 下次有机会的话 再分享在牙科进行牙齿美白的过程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